好 有没有有问题的部分 大家觉得不太明白的问题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 好请说 有15章第7节 right is persons 那个为什么用persons 复数不是people吗 他这个用的是persons 99 15章 15章第7节 第7节 OK 15章的第7节 right is persons I tell you in the same w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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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over 99 righteous persons OK 我们有一个习惯 people的时候是泛指 有人说 比如说 大家都说 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都说 就就饭指 大家都说牛肉面是好吃的 假设这样 OK 我们可以用people people said 大家都说 孝顺是应该的 大家都说 过新年应该穿红色 这个就people OK 因为你没有在算人 但是如果你在算的时候 是105个人 还是232个人 你有数字在前面的时候 一般我们习惯用persons 所以 I right 就是person 因为你在算 你算99个人 99个亿人的时候 所以people是复数 没有错 我们看到people自动用复数的动词 OK 这个没有错 但是people呢 通常是不算的时候 就是范指 你看那边有很多人站在那 peopl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ere 但是几个不知道 你就一群人嘛 我前面看到一大堆人站在那 so people OK persons呢 通常就是有在算的时候 我们班上 比如说这次开会 一共有五个人出席 five persons five persons 所以people跟person 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区别 不算的时候 没有数字的时候 people 范指一般的人 或者是 哦 就眼前看到一堆人在那 海滩上很多人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我们就直接用people了 OK 但是如果我看到海滩上 有两个人 two persons 算得出来的时候 就是two persons 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Thank you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习惯 就是他们习惯的问题 OK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欣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请说 就是这个 15章7节 这个有一个 rejo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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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right 怎么样 还有 还有 前边还有一个 这个 嗯 joy for 15章5节的 joy for 啊哈 啊哈 对 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去joy 这两个是 有没有关系 反正都是喜欢的 欢欢喜喜 joy 开心的欢喜 嗯哼 这个 OK 不不太 不不太一样 OK好 对 对 不太一样 rejoicing 哈 rejoicing 通常是 非常高兴 欣喜若狂 OK 非常非常高兴 rejoicing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动名 等于算是rejoicing more rejoicing 你看这个be more rejoicing OK 所以rejoicing本身是一个 一个名词 OK be more rejoicing OK in the same way there will be more rejoicing rejoicing大部分用名词来用 OK 就是很开心 OK 高兴的不得了 会有更大的喜悦 更大 欣喜若狂 我们中文讲的话 就比较欣喜若狂 比较 已经 已经开心到 不得了 更开心 更开心 rejoicing OK rejoicing是一个习惯的 做名词 joyful呢 joyful是一个形容词 joyful rejoicing是形容 就是说 这个很开心的样子 这样子 很喜悦的样子 我们 我们知道一下 你那个rejoicing在哪里 joyful在什么 在15章的五节 15章的五节 这个节都有 哦 这里是一个副词用 he rejoicing he joyfully joyful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开心 就是很欣喜的 很欢喜的样子 OK 是一个形容词 joyfully是他的副词 他把那个羊 他把什么 那个羊找到了 扛在肩膀上 puts it on his shoulders joyfully 他怎么放在肩膀上 所以这个joyfully 是修饰你这个动词的put 他放在肩膀上的那个动作是 欢欢喜喜 开心的不得了的那个样子 所以joyful joyfully 它是一个副词 修饰你这个动词 但是我们后面的这个 呃 极若狂 更开心 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rejoicing 通常做名词用 形容那个状 那个状态 OK 所以这两个 over啥意思呢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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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sinner OK rejoicing 对什么而言 在什么事情的上面 你那个over不是有一个 在什么的上面的意思吗 你针对 对于一个罪人而言 在天上 OK 首先rejoicing in heaven over 这些 你知道 现在讲的是在天上 在天堂上面 OK 天堂 in heaven 天堂 从天堂的位置来讲的话 所有下面发生的事情 它的位置都是over 对不对 他对这个事情 他因为他有主导权 而且天堂是在这个位置的 高高在上 所以天堂来讲 对于这个 所有的罪人也好 义人也好 所有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它是over 天堂是在其之上 对不对 位置上来讲 就是在其之上 所以他这个地方over是说 在天上就会有更大的喜悦 对什么事情而言 OK 这个over这个字就很妙 它不只是天堂的这个位置 地理位置 它就是在你这些所有人群之上 同时他针对就是说 他对于罪人而言 他对于义人而言 他的这个喜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罪人 他愿意悔改的话 他会有更欣喜若狂 更更高兴的不得了 远远超过你99个亿人 这99个亿人是根本就根本不需要悔改的 那个喜悦的程度 他在比较 那个rejoicing 所以over one sinn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over 99 righteous person 对这个事情的rejoicing 这样你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了 这老师他这个在十五章的六节 他还有个joice joice 这也是名词了 十五章的六节 rejoice OK OK rejoice with me OK rejoice rejoice这个字 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 什么词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动词 rejoice是动词 没错 rejoice是动词 rejoice with me 就像talk with me sing with me 跟我一起唱歌 跟我一起讲话 rejoice 所以这个rejoice是动词 所以你现在讲到三个 rejoifuly 那是副词 那没有问题 因为他形容他 把那个羊扛在肩上 那个高兴的样子 joyfully rejoice呢 是他的动词 OK 然后rejoicing 我们刚刚用的这个字 rejoicing呢 它就是 它是名词用 OK 刚刚 对 你看这个地方rejoicing there will be more rejoicing 我们的欣喜若狂 我们那种高兴的程度会更大 有一个罪人 他愿意悔改 在天上的话 在天堂上 非常为他欢喜 为这件事情非常欢喜 远胜 那个欢喜的程度 远胜于99个 不用悔改的艺人 那个欢喜更大 高兴的程度更多 rejoicing 这个和ing那个形式 进行史那个没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它就是一个名词 rejoicing 用就是一个名词 对 然后rejoice with me 这个地方你很多地方可以用 比如说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圣诞节 come on everybody 大家一起来 rejoice with me 跟我一起开心 为这件事情而开心 rejoice 跟我一同欢喜 我们有很多事情 今天我女儿过生日 rejoice with me 来 大家跟我一起开心吧 ok 今天我得到了公司给我的奖金补贴 5000块钱人民币 来 大家跟我一起同欢喜 ok rejoice with me ok 那这个跟那个 就是那个简单的joy 它那个是什么区别呢 43 joy joy ok 好 joy 通常它的程式比较低一点 你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Joy 比如说我们讲 Joy 人的名字也可以是Joy 对不对 Joy 就是你的喜悦 高兴 OK rejoice 我们这个rejoicing 是欣喜若狂 欣喜若狂 Joy 就是只是这种喜悦 开心 比如说 很高兴 不错 OK rejoicing 通常在圣经里面 常常都是用到rejoicing 因为这个形容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不是普通的Joy而已 不是普通的喜悦而已 今天比如说我生个孩子蛮开心的Joy OK 对 程度的问题 对程度的问题 Thank you 我没有了 谢谢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我我看的字 我看的字 有一些英文的短句 我觉得我们念句子的时候就 可以习惯性的就把它给给记起来了 就是说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将来你就根本不用经过大脑 有一些短句的话根本就不经过大脑 我觉得这是你学习新闻英文很有帮助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第一个句子 I just get married I just get married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就不用再分析 这个是God marry 过去什么东西 I just get married 什么意思 我刚结婚 结过了没有 结过了吧 结完了吗 刚刚结完了 结完了 对对 I just get married 所以你把这个句子多念几次 你就记起来 OK 然后以后你就脱口而出 你不要每一次去分析这个句子 想半天这是干嘛 I just get married I just got married 我刚结婚 OK I just got 后面还可以换什么句子 I just got什么 谁还可以再给我 他的句子 I just got什么 刚刚也 我也说 还有什么 刚刚回 回家 可以吗 I just got home I just got home OK 比如说我问你 为什么这个家里 我一进来我就大怒 家里地上这么脏 什么这里没有做 那里没有洗 I just got home 我才刚刚回来 OK 比如说回来 妈妈就很不高兴 为什么你公公还没有洗 不不不不 讲一大点 I just got home 我才刚回来 OK 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呢 我才刚回来 才休息一下 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洗手 还没有开始洗脸 什么什么 I just got home Right So I just got 就是刚进入这个状态 OK I just got什么 可以 got什么 离婚 OK I just got divorced OK 比如说你在那个 民政处的门口 突然间碰到一个老朋友 怎么样 哎怎么样 你不是结过婚了吗 什么 Oh I just got divorced 我才刚离婚 我来这里办离婚的 我刚离婚 刚半晚 从里面走出来 I just got divorced Right I just got OK 还有什么 I just got 我刚刚姓耶稣 I just got believe In Jesus In Jesus OK believe in I just got believed in Jesus OK OK I just got I just got OK believed in Jesus OK 绝至怎么说来的 那如果说 刚绝至呢 这种情况 遇到特别多 我刚绝至 我刚受洗 都可以 Baptized 没有绝至 不是受洗 我们教会正在 正在说这个事 这绝至 我当然想 绝至怎么说英文来的 绝至 我想想看 绝至 Convest Rez 嗯 绝至 我知道 绝至祷告是 Prayer of Resolution 然后 想想看 如果要讲 绝至的话 或者是 我不知道正式的 应该要怎么讲 因为我也没讲过这个 所以 I just got I just got decided 你可以 也许可以这样讲 OK to accept Jesus to be my savior 我才刚刚 决定要接受 耶稣基督 作为我个人的救助 这个英文的 绝至祷告 是Prayer of Resolution 这有一个固定的 讲法 Prayer of Resolution OK 我去查一查 正式的应该怎么讲 好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 可以 刚 怎么样 怎么样 I I I Just Gotsama I Just Gotsama I Just Gotsama Graduted I Just Graduated Right Graduated I Just Graduated 我才刚 毕业 我刚刚 毕业 OK I Just Got 还有 I Just Got 什么 promoted 我刚 被升迁 以前我做 副经理 小组长 现在我已经是经理 I Just Got Promoted OK 好 还有 I Just 什么 I Just Got Registered 有的时候 登记 学校 参加一个会议 要登记的 我才刚刚登记完 I Just Got Registered 所以 I Just Got I Just Got 这种 句型 都是 刚 做了 什么 事 刚 做了 什么 事 I Just got married I Just got home I Just got divorced I Just got believe in Jesus OK I Just got decided to accept Jesus to be my Savior I just got Graduated 刚毕业 I just got promoted OK 刚刚 被升迁 I just got registered 所以 你把这个句型 习惯了以后 多举几个例子 以后你什么事情 就脱口而出 I just got 你根本 不要去想 根本不要去想 这种短句 很多这种短句 都可以这样用的 I just got OK 所以 英文的学习 在你要从你的 这个 一般 从单字 你进入句子 你要造句 OK 这个句子里面的时候 你要把一些短句 把它记起来 把它记起来 你就可以很脱口而出 习惯性的就用了 I just got OK I just got 刚才 斯蒂文说 那个 那个 他说一个词 I just got got you I just got you I just got you OK I just got you 是不是我刚 明白你的意思 I just got you 那个 可能 是不是那种 我逮着你了 或者说 比如说 我说了一个 那种 很有陷阱的 结果你一脚踩 去了 那时候说 I just got you 一般 一般也不说 I got you 就是说 OK 你上当了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吧 OK 比如说 你知道明天下午四点要什么开会 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给你交代一些事情 OK I got 我了解了 我知道了 比如说 同事交代我 就是说明天你要注意 说了半天 解释了半天 我才才明白 这个不可以这样说 I just got you I got 不是这么 不是这个意思 对刚才 静说那一次 I got it 就是我理解了 但是你像 如果 我跟我儿子 我儿子设个陷阱 但我不小心 他说一什么话 我就说 哦 是啊 他就会说 I got you 那意思就是我上当了 有两个意思都可以这样讲 如果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 I just got you 会 不太好 I just got you 会认为让人家觉得说 哦 我刚得到你了 OK I just got you OK I got you 有这么说的吗 能 但是有这么说的吗 有这样说 你要小心 I got you 这个的话呢 是很多时候说是 比如说 I got you 你看 你现在 你刚刚才讲一个事情 要小心 要怎么样 你看我抓到你了吧 你现在你又说了那句话 你刚刚跟我说 妈妈你刚刚跟我说 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做 你看你自己也是这样 I got you OK 就是这感觉 没错 对 我刚才一看这个 我就想乐 我看斯蒂芬那个 写完那个 那个打出来 我就想乐 我首先想的就是说 我获得了你 就是说 男人女人说 得到了你 什么的 对 我觉得 刚才我就觉得 这种情况就是 男的跟女的 说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就是 有的时候会比较暧昧 会有那种暧昧的意思 但你如果妈妈跟小孩 什么 Oh I got you 也看你的语气 如果 I just got you OK 你像这种意味深长 又带着很那个暧昧的 那当然不一样了 那你只是说 Oh I got you I got you 那个就不一样的口气 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时候 都跟你的语气 有关系 还有一个 比如说 一般我要是考试 我通过了 我如果 那我可以说 I passed 但如果说 能不能说 I just got passed 那是不是就比较 成烈的说 天呐 我通过了 那种感觉 I just I just got passed OK 比如说现在是硕士生 研究生的口试 你出来之后 教授已经告诉你 通过了 Oh I just got passed 我刚通过 I just got passed 这是PASP 还是PASSPT 这是pass 这是通过 那还有一个PASP呢 那个是过去 好像一般 比较用这个字吧 它两个都有 我也是很晕的 对 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OK 所以I just got I just got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短语 你很多地方 都可以用 I just got 好 所以这个像这种短句 我们就可以把它记起来 OK 把它记起来 OK 再看一下 我觉得最后这个PASSPASS很多情况用 比如说你被警察局请去喝茶 然后没事出来 也可以说 可以讲讲看 OK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 这个Allie 这个Allie Allies 复述 Allie Allie 它那个字 发的音就是那个 我叫什么 梅华音跟那个Apple的 是同样的道理 Allies 嘴巴稍微大一点 Allies 这个Allies啊 常常有的人在翻译 中文的地址的时候 我会用到这个 比如说什么 我不知道 随便乱讲 这个北京 某某大街 前门大街 三项 三项 四弄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翻译的时候 那个项 就可以用Allie 这个字 Allie 三项 四弄 弄再小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什么 再下去 我们用Lang OK 我们翻译的时候 四弄 三项 四弄 四号 No.4 四号 所以这个在地址的时候 所以你就了解 Street 跟Row OK 再下去 小一点的单位 就是Allie 就是那个巷子 OK 然后再下面 就是Lang OK 就弄 有的地方有弄 我不知道 然后再下来 就几号 这样子 那通常在英文翻译 中文地址的时候 都是导过来 跟中文是导过来 我们是先说大单位 对吧 北京市 OK 什么什么区 或者是什么什么大街 前门大街 然后接下来 什么哪个下 哪个弄 什么什么这样 一直往最小的单位 讲下去 但是英文的时候 是导过来 先讲号 几号 比如几时 301时 OK Room 301 然后再来讲 我们是几号 No.4 4号 然后再讲几诺 再讲巷 再讲哪条街 然后最后是北京市 比如说哪个区 然后北京市 所以刚好 中文的地址 跟英文的地址 是整个反过来的 反过来 所以这个Allie 指的就是小的街 小巷 叫做Allie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I问你 开哪儿 Avenue Avenue 通常是很大的街 Avenue OK Bouleh Bar OK Avenue 这都大街 大条的街 Be Street Be Road 还要再更大一点 但是啊 这个在美国 已经有点混乱了 美国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家旁边的 这也不算大街 不是主干道 哎 人家就叫一个Bouleh Bar 就叫个Avenue 那唯一能想象的就是 有可能城市 以前没开发的时候 这已经算大街了 OK 那后来又开了个 更大的街 所以就 一大堆的Bouleh Bar 一大堆的Avenue 一般来讲 就是Bouleh Bar 跟Avenue 都是比较大条的街 这样子 他们俩谁大呀 你说Bouleh Bar 跟Avenue 通常Avenue比较大 比如说美国的纽约 第五大道 Fith Avenue 这很有名的 第五大道 Right Fith Avenue Fith Avenue 这很有名啊 Fith Avenue 第五大街 那那正对的中央公园 那都是几百万的 那个大楼啊 几千万的大楼 没前进不去 对 然后美国的街 美国的街特别有意思 他命名的时候 如果他 我忘了是东西还是南北 比如说他东西走向的路 全叫什么什么Avenue 比如说一Avenue 二Avenue 三Avenue 对对对对 东西走向 跟他垂直的 就一定叫 它一定不会叫Avenue 就是有这么表示一个定位度的感觉 但我忘了横的是Avenue 还是竖的是Avenue 对 有些城市就有这个习惯 是没有错 有些城市就有这个习惯 有些城市就有这个习惯 有些是这样的 对 所以你要找那个street 所有的street的那个方向是一样 全都一致的 他们全都跟那个Avenue是垂直关系 我明白这个之后 我看那个地图就不晕了 一开始就晕了 对对 然后 那个商店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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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就是我记得商店里头 就是说几 比如说几排几排 我问那个言在哪 他告诉我 他说的是L那个 那个词怎么听来的 好 就商店里头那个过大 第几排过大 第几排过大 对 哎哟 你在飞机 飞机里面 也是用这个Aisle 有没有 Aisle C 或Window C 你是靠走道的 或者是Window Right 你的座位是靠窗的 还是靠走道的 那个就叫Aisle OK Aisle C 或Window C OK 好 然后 我有一次还碰到诈骗的电话 打中文电话给我 跟我说 他是那个快递公司 还是国际知名的快递公司 什么 什么DHL的快递公司 我说 哇 这个在美国 现在DHL都讲中文了 那个人还跟我 是啊 是啊 我们现在中国客户 我们一律都讲中文 不是太好了 我说您现在在哪啊 你这个办公室在哪的 从哪打来的 我在纽约 我纽约哪呢 我当然是第五大道了 我们这么大国际公司 都在第五大道上 拉倒吧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DHL 在那个那么贵的地方 OK 从来没有 他的办公室 一般来讲 这种快递公司 他们都是在 因为要很大的货仓啊 处理这些地方 都要在那种 人家仓库区啊 什么 怎么会在那 对 比较荒的地方 对对对 哦 那个 Io全部开始的字母是A sorry 我打错了 我常拼字 我的拼字很烂的 Io 这个Io这个词用的量特别大 Io seat 对 就是说 比如说你 你到哪里去 第五排 你到那个 那个走道 比如说在超市里头 你到那个 那个那个 卖那个 牛奶的那个部分 你就可以 那个走道 你可以找到了 可能调味料 跟牛 我随便乱讲 调味料跟牛奶 都放在一块 你就到那去找 就对了 Io 这是哪一个 Io OK 然后飞机上 就是Io seat 跟Window seat 你是走道啊 还是你是靠窗啊 就用这个方法来分 分别 OK 好 好 下面这个 Enough Enough Nough Ou 这个地方很特殊啊 他发一个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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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有一个句子说 Enough Is Enough 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收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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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够了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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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了 别再跟我废话了 OK 我收够了你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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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够了就是够了 不用不要再讲了 OK Enough is Enough 比如说 女的要分手 男的那边一直纠缠 比如说 Enough is Enough 够了 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OK 好 下面这个 Manure 注意这个 Manure 它的重音是在后面 Man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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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粪便 粪便 粪便 动物的粪便 像在西藏也是这样子吧 用牛粪晒干了 一坨一坨的晒干之后 用它们来造房子 据说很好 然后印度人也是用牛粪做燃料 他们做成一个个粪便的饼 揉成一个饼饼 OK 压扁的饼 然后他们要烧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拿这个粪便堆起来 然后在那一个一个饼 就是当像我们做柴火一样这样烧 叫manure manure pile pile是一堆一堆堆起来 OK pile OK 我可以说我现在工作统统做不完 pile up 我桌上的文件 is piling up 我桌上的文件统统堆得高高的 pile up 我要准备考北大清华 我桌上的书堆起来了 堆积如山 pile up pile up 用这个习惯的用语 所以 manure pile 是粪堆 堆起来的那个动物的牲畜的那个 大便的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做一堆一堆堆起来 manure pile manure pile OK 好 有没有问题 盐 注意盐如果失去味道 盐一般来讲不能随便丢在土里面 soil 也不能随便丢在粪堆里面 因为以前的人其实很珍惜物资的 那些粪便其实后来都是要用来怎么样做肥料 土地的肥料 如果你把那个粪里面或者是土里面撒上盐以后 那地就容易长不出来 东西就长不出来 那对植物很大的伤害 所以盐没有了味道以后 只能把它当垃圾丢掉 不能够丢在土里面 也不能够丢在粪堆里面 OK 好 好 下面一个字这个mutter mutter OK mutter OK 这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mutter 叮叮叮叮叮叮 对 就是你 你在私下讲人家 背后讲人家 mutter OK 不是公开 不是对面的 然后mutter 还有一个就是讲一个人很唠叨 嘀嘀咕咕讲 但是他可能是那种小声 自己跟自己说那样嘀嘀咕咕咕咕 不是要讲出来给大家听的 叫mutter mutter OK 好 再看一下下面有这个字 这个是radicule radicule是一个动词 radicule 什么叫radicule 有没有人知道 radicule radicule什么意思 早茶 radicule OK 好 radicule 一般来讲就是嘲笑人家 radicule 首先 嘲讽人家 嘲笑人家 radicule 这个字的意思比普通的 laugh at 还要再重 就是 就是真的很 很让人家下不了台 而且你讲人家的时候是 高高在上 觉得那个人 我根本看不起你 我觉得你根本莫名其妙 你现在讲的这个话 一点都不合逻辑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这个字是挺重的 radicule radicule OK好 嘲讽人家 嘲笑人家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批评人家 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人家 完全看不起人家 那种意思 OK 好 有一个字是 好 这个字大家知道吗 ridicule ridicule 什么意思 跟这个字好像 其有词理 其有词理 觉得你这个人荒谬至极 觉得你这个人 简直滑稽 可笑 ridiculous 所以这个口气是很强的 你记得这两个字 你就知道这两个字 其实口气都非常强 你当你radicule 讲人家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非常看不起人家 觉得人家荒诞 可笑 觉得人家这个简直是 简直是不可理喻 简直是莫名其妙 简直是什么什么 OK so radicule 是很强的口气 ridiculous 所以形容词的时候是 ridiculous 它的重音在d上面 ridiculous you are ridiculous 有没有听人家讲过 you are ridiculous you are ridiculous 你做了很让我生气的事情 我觉得你这个人莫名其妙 这人简直荒诞可笑 你这个人简直是 简直滑稽到了极点了 OK 让我觉得就是很生气了 OK 很震怒了 这种ridiculous 这件事情根本就莫名其妙 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发生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ridiculous 简直是莫名其妙 根本不可以的事情 ridiculous OK ridiculous 我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人 他这个又信耶稣 又信佛教 然后转身又讲讲回教的事情 这个人 is ridiculous 他做的事情简直莫名其妙 一个人的信仰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可以讲他 ridiculous 有的时候我们政客 政坛上的政客 讲了一些话 疯疯癫癫癫 根本不考虑事实的 我们可以批评这些政客 ridiculous 他们做的事情 ridiculous OK Steven你后面讲的早茶 way out of line 这个还不是很强 我们这个radicule是非常强的口气 注意动词的radicule 重音在r上面 第一个重音 第一音节重音 ridiculous 形容词的时候 它的重音是在d上面 ridiculous 第二音节重音 radicule跟ridiculous OK 好 out of line的话 away out of the line 就是指说 你做这个事情很超过 很怎么样 ridiculous 一般来讲 讲人家荒诞 可笑 然后是非常瞧不起对方 就是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不可理喻 有的男人骂女人的时候 就觉得你讲这个话简直 你这个女人不可理喻 你这个女人已经是到了莫名其妙到几点 you're ridiculous you're ridiculous ridiculous OK 好 所以这个 今天就是有学到这两个词 radicule跟ridiculous 这两个发音是不一样的 OK 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我看那个 France 那个六言行 他 那个台上 那些东西不是他的 那个女孩子 因为台上有些东西嘛 他一扫 扫到地上 台上的有那些 电脑啊 手提电脑啊 还有工作那些 那些书啊 他扫到地上去 他就说 那个是他的朋友 他用过去式的 That was messed up 为什么用过去式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或怎么样 就是那个情况啊 他 他问他那些东西 他都以为是他的 他 他就说 That was messed up 就是他说 那个是 Mess的东西 OK 如果是我进来的时候 那东西已经在地上了 我可以用 不是 他两个人 就是在 因为那是工作室嘛 工作室那些书 那些 电脑 阻碍他两个人 他就烧到地上去 那你的 你为什么这样 烧地上去 他说是 是Mess的东西 他用我 我就觉得很奇怪 They were It was 比如说 OK That was messed up It was It was OK 某一个人 OK 比如说我讲 Steven 好了 It was Steven's 的 对 Right It was Steven's 的 OK 这个有可能 你又过去式 只能这样讲 Steven这个人 已经不在了 他留下来的东西 It was Steven's 的 可以用过去式 那个人 他同 不是 像你说 可能是吧 他那个同事 刚才还在这里 等一下他走了 走了出去 他两个人又进来 两个人进来 那个人走出去 他没有死 他不是死 不是说这个人死掉 It was 就是说 这个东西 谁留在这里 那个人 留在这里的时间 是过去式 因为他已经离开 这个地方了 It was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在喝饮料 你跟我在咖啡店 喝饮料 你约了我喝饮料 我一坐下来 还有第三杯饮料 在那里 怎么又有第三杯 这是给谁的 It was 我可以说 对 It was Steven's drink right 这个是他喝的 他已经先走了 他走了 然后他人走了 东西留下来 我可以用过去式 It was 因为他先前 一定在这 他把这个东西 留下来 所以说 It was Steven's drink 应该是这个解释 因为他刚才 他们还在 两个人还在工作 然后他女朋友进来 他把他的东西 烧进去 烧在地下去 那个女的 就觉得奇怪 他就说 你为什么 烧你的东西 在地上 他就说 那是 那是 Mass的东西 对 现在说 比如说 妈妈进来 看到桌上很多书 怎么这么多书 而且一看就知道说 不是这个女儿读的年级 比如说这个 更那个什么 那我可以说 It was Mary's Homework Mary现在人肯定不在了 她留下来的 妹妹现在可能去洗澡了 去干什么 妈妈说 怎么桌上这么多书 这是谁的 It was Mary's Homework 这是她的功课 她写的功课 It was 可以用过去洗 还明白 真的很难明白 你懂哈 所以就是这个人 现在在眼前 他先前在这里 他离开了 那么他留下来的东西 It was 可以用过去洗 对 用过去洗 非常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OK Thank you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别人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发音有问题的 发音有问题的 OK 今天可能就是比较不清楚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radicule跟ridiculous radicule跟ridiculous 这个比较不一样 这两个发音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每天在这里 与弟兄姐妹相聚 神啊 我们每一天透过经文 你总是给我们 丰丰富富的预备 让我们学习到更多 我们透过英文的方式 来学习圣经的经文 感谢神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有收获 我们之中有新来的 有已经在这里参加很多的 我们都渴望 弟兄姐妹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来加入我们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福音的大爱 谢谢神 我们现在就要分别开去 弟兄姐妹在中国 他们要开始休息了 求神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一个很平稳 很舒服的一个睡眠 希望他们明天早上起来 更有活力 更有精力 来工作 来生活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十分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 谢谢Din 谢谢苏珊 Good night Good night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